小花小剧场 爹地爹地 您快祝祝小花吧 又咋的了 年刚过完就开始作妖 咱能不能消停点啊 爹地 这次可不是我作妖 您看看小叶子吧 哎哟 小叶子这是怎么了 出啥事了啊 自从上个月 小叶子知道自己是女生后 非要重新活一遍 说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雄身 这不 他掐指一算 说自己现在只有二十四天大 还是个嗷嗷代步 但小熊仔 前两天把干妈家小三国的婴儿臭给抢了过来 一屁股抓进去 就再也不出来了 呜呜呜呜呜呜 成和叶 三天不打上房接瓦 赶紧给老子出来 皮痒痒了是不是 您现在说啥都没用 小叶子已经油盐不尽了 爹地您是不知道啊 小花我现在只要上班 还要干家务 又当爹又当妈 天天半夜三进起床 给小叶子喂奶 请尿布 已经油盗在崩溃的边缘了 我美兰上辈子造了啥念啊 这辈子逆子成群 还以为小叶子变成闺女 我又添了一件小棉袄 没想到竟然是一件吊带小背心 还不及成和花你这件漏风的皮夹克呢 正火未约有头战有主 您赶紧把小叶子接走吧 他要是不走 我就要离家出走了 可是 可是你老爸我指挥生 不会养 照顾小熊仔完全没有经验啊 反正我不管 您要是今天不把小叶子接走 我明天就把他推到集市上 卖给熊贩子去 那好您瞧着办吧 冷静 冷静我的闺女 你容老爸我想想办法 要不然您赶紧再娶个小妈 照顾小叶子吧 这也是您的强项 就你老爸我这个岁数 再加上你们这二十三个拖油瓶 还娶小妈呢 我看娶个老妈字还差不多 咦 柳暗花明又一春 那就给我们雇个保姆呗 这个主意不错 我这就打广告 高薪聘请保姆去 算了 算了 现在保姆的工资也不便宜 肥肥不留外人田 您干脆把这钱给我得了 您掏钱 我出力 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这可太好了 就是辛苦你了 我的好闺女 你看每个月五百个W怎么样啊 全交 小竹币到账五百万元 吸吸吸 小叶子 赶紧把小三狗的婴儿车还了 咱们逛街去 咱们逛街去